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28日星期一的鳄鱼谈 老安现在在指定的酒店里面 继续进行强制的隔离 大家知道了 过去平安夜那晚有些新的措施公布了 对一些反港人 香港人或者来港人士 更加有更加厉害的限制 如果在圣诞节之前21日 曾经去过英国或者南非逗留过超过两个小时的人士 圣诞节打后就不欢迎你再来香港 你待会留在你原本的地点里面 究竟要限制到什么时候就没人知道 总之你不准来 这么严格 如果之前去过英国或者其他地方 回到香港又怎样呢 如果你在英国回来的人士 麻烦你在你现在隔离的14天的时期 再在原地蹲多7天 不准离开你现在这个Original Sport 就像老奥那样 我在12月19日、20日再入境 到香港就比较幸远 你蹲够你14天在你的指定酒店 如果你的武汉肺炎的测检进行一个阴性的情况之下 你也可以离开你现在的指定酒店 去其他的 譬如你的家 又或者另外一间的酒店里面 蹲多7天的isolation 换句话说 就是我的行动的自由 到我来算 就是我在这个2020年 12月20日到港 换句话说 我起码去到2021年的1月8日或者9日 我才可以回复自由 我才可以回到我的录影室 和大家进行这个录影 或者去其他的地方 进行一些外景的采访和拍摄 这样的事情 当然我整个工作大计 又会被这一拨的糟糟糕了 这些情况 就是打乱了 但是当然 有好有不能好 我对比起英国回来的人 无论来头 还要在他自己的酒店 蹲多7天 就已经非常幸运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大家可以想象 酒店的员工是不准 进入你现在在做isolation的unit里面 进行这个打掃卫生 换句话说 你正在睡着的枕头 床单 全部就无法换 你地下里面的地毯 你吃的 掉了一些脏东西 你掉了一些头发 咬耳朵 掉了一些脏东西 没有人跟你去急沉 那就是 立马海想研知 这个卫生条件 又有几个差额 那你用的厕所 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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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 没有人跟你进行清洗 那就是换句话说 起码有二十一日 那些英国现在已经回来的朋友 都要面对一个比较脏的卫生条件 幸好老河屋 还有几天的癌 走掉了之后 我们就不再担心 在这个污租的地方里面 真的分分钟没有病 屈子到有病 不过这样 在这个12月31日 我就知道卫生署 就会派专人 上来老河屋的指定房间里面 就帮我做这个武汉肺炎的测检 进行我第二次测试 而我放了离开这个酒店之后 我也是要在19日 即我旁边的19日或者20日里面 去一些附近的测检中心 再次surrender我一个样本 我问回卫生署 我今早打电话给他 究竟怎么去这些测检中心 交我这些个人的样本呢 他说到目前为止 其实仍然都没有一些交通的措施的安排 但是呢 你可以考虑就是搭的士去 我住得很近的 我在潘咸道和我下面石塘咀 我走一条街 走一条山道 就能下去了 那你都可以走下去的 那我就批爆头了 你不能是要我强行 强行这个 避免隔离的吗 你现在要我在潘咸道 走下去这个 石塘咀 那我沿途都见到很多人 一个不能注意 有些网友很热情老远见到我 走来和我高兴 又或者走来恰恰我 或者有些师奶 或者姐姐见到个帥哥 走来嘴我两口 我便惹开了全世界 那就不能怎样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回到家后 你24小时 你都要戴着口罩 你家里面的其他人 你就不能和他一起接触 你惹你老尾 你一定是不能和家人一起去吃饭 那我大想我 我和我老婆一间房一张床 那不过来说 在这七天里 我便分分钟要睡沙发 我真的在想 究竟有没有笨子仔 回到家里面 是真的24小时戴着口罩 又或者真的和太太 或者老公分开床去睡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效果会是怎样 所以这些所有的东西 严禁多次 把你扔来扔去 又是要交样本 在家里面 要保持social distancing 林郑月娥或者是陈兆耻 当然她这些 基层掌担扮noble 这些全家产 都是当然不知道 香港大部分的这些家里 说的都是三四八尺 老屋就已经比较好些 有八百多九百尺的居住单位 可以都是避开一下 那你说 市民绝大部分的香港人 在家里面进行家居隔离的时候 又怎样可以避免和家人 有这些亲密接触呢 所有的东西都不能make sense 亂去 令到所有的东西都复杂了很多的程序 要做很多的step make sure 他们是不能犯错 那当然这一样的东西 就完全是一堆的AO的文观 是吧 完全是屌里露尾 怕背锅 是吧 就是将它所有的procedure 做到有这么小的 每一个关卡里面都要管 是吧 make sure 就是他们可以控制到每一个step 绝对是一堆的AO的 没有读过 李科生的这些文观里面 就是AO的想不想到一些logistic的东西 我又很想试问 我需不需要在短短这21日里面 是吧 在一个禁闭的AO的密室空间里面 进行三次这么多的 这个中国武汉肺炎的这些的测试呢 由头到尾我都没有接触过人 是吧 要发病就会发病的啦 那如果我自己有头门申请 我自然就会打电话去报警 去调替医生呢 那需要多做这么多次 奴民伤财 尤其是第三次 在重要的我尤其是 走去一些的测试中心里面 surrender这个 sample 根本当中 是吧 如果我真的有 乱乱了东西的 我就尤其是 一样在社区里面 是在播放 完全都不能make sense 完全是不能有逻辑的 那我更加瞪那一群 现在在25号之后 完全不能可以回香港的一些 留学生 香港公干的人 那一群的香港人 据称有 现在有成四百多人 就是逗留了在英国里面 就没有办法回香港 叫天不应 叫地不民 幸好的是 就是有地方收留他 不幸好的是 现在英国里面 仍然就是住这些酒店 不知道 给这个酒店钱 给到什么时候 那我突然之间 我就想起了 是吧 当时有些香港人 滞留了在武汉里面 你老闆 你这群的扑街政府 你不是一样 只要有包机 安排他们回来 香港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群的滞留在英国里面的 这些的香港人 是完全不知道 还要限制到什么时候 打击电话 问去卫生署 都没有一个合理的交代 是吧 那多不该不少 你要防疫 要抗疫 不准让人带病毒进来 我都可以去理解 但是你给个答案人 你老闆 你把声给人家听 那个曙光在哪里 什么时候 才可以给他 坐飞机回家 好了 有很多人 原本是老闆 老闆 知老闆 要回来 已经订了酒店 老闆 老闆 现在老闆 就有 Cang Goso 那些酒店 都不知道 退不了 退得到钱 很多人 已经回来 香港人 亦都是大磨 是吧 是吧 原本已经订了14天 是吧 现在又要找一些21天的酒店 可以让他住多7天 没有这些空间的时候 那他又怎样说呢 怎样去解决整个问题呢 不想通 他现在住在这个酒店里面 additional 第15天 打号到第21天 他没有房间给他的时候 你又叫他去哪里去蹲 不想通 你叫他收拾包袱 走出街 又或者去 李宾府 完全想的东西都不想 make sense 就算将来回回来 全家产 你要用21天的去防疫 这个费用 就想你怎样去计 可以很简单 原本是想着 在平安夜之后 回来的人士 之前已经订了14天的房间 现在要cancel了 当他以后要回回来的时候 又要additional 给开21天的房租 还要吃起酒店里面的 指定的这些的 屌里老美的餐单 你说是多屌里老美 免得失事 还要跌钱呢 这些的损失 特区政府 屌里老美 是怎样去赔偿给他们呢 很多的这些的陷居 好想不负责任 去说 你这些屌里老美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去出国 有头发 又怎样去做垃圾 不想通 现在真的好多人 好想坐飞机出去玩 你这些死穷人 不要这样去想 好想多人要坐飞机 去这些不论同的国家 有很大的可能性 有他们自己的难言之隐 要公干的有公干 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因为他在当地里面 有一些年长的亲戚 可能中了武汉肺炎 要去看一看他们 又不知 这次他中了完之后 是否不好想得回 是吧 好想回后又要探一探他们 又或者有些没想中的 都几十岁人 是否要见一见他 不知道他之后 会不会又出事 之后走够了呢 在人家的情况 这么严峻 和Sphere里面 有些人进入这个亲情的 这个体面身上 飞去外国探访他们的亲戚朋友 或者见到他婆婆 妈妈 公公爷爷 都是未尝不可 一些人道的这些借口 那好 更加有一些 要回来香港 要教书的这些教师 是吧 又或者有些人 在英国里面 就稳定到这个工作 但是他的工作证 一定要回来香港 都要逐他们的Visa 不能回来香港 他分分钟没有这个工作的Visa 又没有想办法在英国里面的工作 那这些的难题 要你老美 特区政府就知道 不想知道呢 那你会搞得到 人家全部一窩足 那样 甚至有一些的孕婦 因为赶着回去 要探望他的公公奶奶 那样 现在要回来了 临盆在职 挪这么大个肚子 三十多个礼拜 要生孩子 也都预约了 要开刀 或者要做laboring 你以后不想让他回来 也不想知道 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 那又怎样去搞 有些人 要回来香港 要述职 要跟屋公司去交代 那这样搞法 又不想知道 要搞到多久 那条数又怎样去计 完全就是不想清楚 这些情况 是会怎样去做 不想理他怎样去做安排 亦都是把这些香港人 扔掉了他 去英国里面 置之不顾 完全不扔掉你的死活 关人咎事四个大字 扔掉你的老拼 为什么你老母亲 你曾经在武汉里面 接载一堆香港人 有包机 接载他们回来香港之后 再有特别的这些 你旁边的地方 比如当时的一些居屋 可以给他们做一些 自身避免 十四天 或者二十一天 都好 同样的token 你为什么不立刻 整理一些包机 去接载这四百多的香港人 回到香港 然后再找一个location 给他们可以妥善地 进行这个self isolation 中国回来的香港人 就是人 滞留在英国里面的香港人 就不肯是人吗 为什么不肯一事同仁 去安排 最惨的就是那些 全家产的网民 不肯给压力 全家产政府去救这些 滞留在英国的香港人 还在舆论 网民哪里 这些东西绝对有很大的可能性 好了 现在的情况 總之這集回來的香港人就叫苦連天 也是因為這個特區政府的倒行逆施 五時花六時變 沒有一個很好的妥善安排 你想想得出這個禁制令的時候 你就一定會知道有一定程度的香港人 在滯留在海外裏面 你是不是要想一個方法 要將他們的帶回香港 任何一個有香港身份證的人 就有權可以回香港 這個是沒有能夠避免的事情 你不可以把他們當成為民 當成了他們的老母親 不想讓他們回來 這是完全侵犯人權的狀況 再者 老母親 你用專機包機照他們回來 你一樣可以收回他們的費用 而我不相信這集滯留在海外的 英國裏面的香港人 難得他們老母親 就是不想要給這個錢回來嗎 所以是說不想到的 老母親 當年那時候 今年年初 你一樣 不是一樣去日本 去武漢 去不想同一個地方 接香港人回來 還在旅遊包著寫臉 寫著什麼東西 賺錢去拿 你一樣可以做回這件事 Let's bring them back Let's go home 從英國回香港 一樣可以是這樣 所以老我一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就覺得這個特區政府是癡狗線 完全就是不會理這些的 辛酮感受 不會理香港市民的suffer去想 沒有他的 這個林鄭月娥當然是不會想 昨天她有沒有叫她走進去 調理關口裡面 看看這個回港議 回來的那些檢疫措施 她是怎樣 當然那些回來的港人 大搖大擺回來回來香港 不用像我們在其他地方回來 這麼辛苦又要找酒店 他們可以在家裡舒適地家居隔離 又不用她做測檢 佔閒店 我真是不想信 你大陸裡面一宗疫情都沒有 你看看天津、北京 有這些疫情 為什麼這些在大陸回來的人 不需要測檢 而在英國回來的人 就好像有喪屍病毒 甚至不讓香港人回家 完全說不通 香港過往這麼多這些不明源頭 大家都知道很多輸入個案 過去的這些輸入個案 絕大部分的percentage 都是中國帶人進來的 那你又怎樣解釋 為什麼在海外要限制得這麼厲害 而在中國回流回來的香港人 又不用做相同的對等的檢疫工作 和旁邊根本是說不通 沒有她的 因為她要製造到一個 尿你尿什麼的感覺 中國就是清零 尿你尿什麼中國就是乾淨 中國就是抗疫No.1 這次班 這一個鞋一定要拆得乾乾淨淨 閃亮亮幫這個中央 尿你尿什麼面上貼金 其他的地方就是疫區 只有你中國做防疫 撞亮得好 做你的老母系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亦都是搞到香港的白業蕭條 大家都知道 過去酒吧到目前為止 有四個月差不多開不了工 在十二月原本 尿你尿尿是想住在食肆 餐飲業可以有120億的收益 但是一連串的這些限堂食禁制令 令到它的收入應該是跌了至少六成半 沒有了八十億的營業額 現在已經確認 超過二千三百間的食肆就是結業 大家都知道 譬如太子 後面那些酒吧街 死亂過蠟肉 蘭桂芳撿了三成 零售業更加就糟糕了 沒有人出街吃飯 自然就糟糕了 沒有人去逛街去買東西 就算這個太子 這個聯合廣場 都起碼有25%的店鋪 已經是咄咎了出來 金馬輪道 譬如你下去找尖哥 糟糕了什麼 你就知道糟糕了 金馬輪道已經是糟糕了什麼 十失九空那樣 糟糕了 咄咎過什麼 這些就是完全特區政府 亂糕這麼來的這些限聚令 防疫 完全沒有人在民生裡面去想事情 真是正宗周星馳電影那一句 手術非常之成功 但是病人死咎了 當然可以反映到一些東西出來 777這些托直升機去巡視香港 這些彌陷了地的昂糕 8AO 這群人根本是糟糕了 沒有邏輯 沒有盛盛 做一些東西出來 就不能講logic 總之就是樣樣的 小小小的環節 就糟糕死了 是吧 確保他自己不要想什麼 但是當然民生那方面 就不能算 那群的專家 什麼的醫生 專家 說這些東西出來 就完全沒有同理心 也都沒有 把市民的切身樹地的情況 就考慮在他們的推薦裡面 所有東西都是在書本裡面 指上談兵 當然了 你現在叫什麼東西 公布大家隔離 大家不要出街 但是到最後 就算做到你的做法 全香港的民生 和經濟都嚴重 會受到摧毀 總之 今次的疫情裡面 現在這樣的搞法 就搞到大家民不聊生 死了個臘肉 我都不知道怎樣去看 過了這個新年之後 香港的市民會更加慘淡到什麼東西的地步 有多多的結業潮 還有我們滯留在香港 在英國以外的這些香港人 這四百多人又怎樣去回家 那真是很慘 有一群香港人 沒有想辦法回到香港 而特區政府是不民不民 林鄭月娥當時坐直升機的同時 你要想想香港人 這七百多萬人 甚至海外的這些香港人 仍然都是小心在這個水深火熱當中 你在這個直升機裡面 風涼水冷 你當然不會了解 到底什麼民不聊生的這個慘況 想不到這個民建聯的年度看字選舉 非常準確 真是選了一個字出來 異常貼切 就是個安字 形容現在的香港的situation 真是個安息兩個字 就是最貼切 真是任何事情 政府這樣去做 真是山安白做 安土色民 安來與共就沒有了 不安於位就有 剩下的香港人 真是狗且偷安 MIHKTV的觀眾大家好 2021年度的營運基金眾籌計劃已經開始了 今年我們希望可以達到40萬的目標 去支持我們2021年的公司營運 希望各位可以鼎力支持MIHKTV 讓我們可以繼續為大家發聲 和製作更高質素的節目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們 都可以用以下幾種方法 各位可以銀行入數到匯豐銀行 衡生銀行和工商銀行 可以PayPal去我們的公司戶口 亦可以PayMe或者轉數快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觀眾 海外的觀眾 都可以選用這個方法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打來39558673 或者WhatsApp我們 98108874 希望大家會發揮 我們可以說 這個人會發揮 看見 我們不得到 這個人會發揮 交往 好 我們不得到 我們不得到 好 我們很難